因应清明节的到来 深坑区土库里在3月29号中午 举办出卡贵DIY节庆共餐活动 而这次在文化部营造老人 乐活环境计划的补助下 扩大办理 邀请里内祖孙同乐 除了有营法长辈 还有幼稚园的小朋友 一同来体验传统的宝贵 在清明节前夕 让缅怀过去 然后来办这个活动 那今天最主要是健康热活在土库 能够让这些小朋友 跟一些阿公阿嬷 一起来同乐 一起来共产 一起来做这个出卡贵 让大家能够得到最好的 一个回忆 也最开心的一天 阿公阿嬷手里包着 菜包米口味的出卡贵 还不忘教着身旁的小孙子 小朋友拿起了模具 发挥创意 用龟皮做出了 各式各样造型的出卡贵 祖孙俩都说很开心 能够一起做贵 同时也借着这个机会 让小朋友知道出卡贵的由来 哦 真好 是这样最高兴的就怕你 会等到阿嬷 跟孙子一起做 对啊 你 好好地接什么 这样的教育就不做贵 你教育做 你教育吗 我教育 有啦 教育做 不然不知道做该怎么 人家做都要做这个 七名都要做 以前都做完了 对啊 传统的 对啊 传统的 是不是有欢迎 有啦 有欢迎 嘿嘿嘿嘿 好啊 对 你跟谁来 阿嬷 跟阿嬷 跟阿嬷来干嘛 做个 做个 跟阿公 你做到什么 你做这个是什么 还想要加一个姐姐 开心不开心 开心 开心啊 开心 那你今天用草药柜 做了什么 做了爱心 还有正方行看花 这样做好玩吗 嗯 好玩 深坑区区长周静平表示 近年来推动共餐 不仅可以让老人家 能够拓展生活圈 就连里长 职工群 都因为付出而感到开心 所以来到这里 不单单只是纯吃饭 每个人都越来越快乐 他们来这边 已经变成不是只是 为了来吃饭 他们还来交朋友 那我们的志工觉得 好像关心照顾了 很多人那种快乐感 那里长觉得很有成就感 而且觉得他服务到 我们整个社区 整个服务到我们整个里 所有需要被关怀 需要陪伴的一些引发组 所以我觉得 最大的改变就是 大家走出他的户外 不会再局限在自己家里 会更健康 而且大家会越来 越快乐 随后在志工妈妈的 巧手下一道道 美味的料理 等着上桌 丰富的菜色 媲美专业版斗的 棕破塞 深坑驱空所表示 除了土库里之外 接着陆续还将在 升高万顺等五个里 办理祖孙共餐活动 要为深坑长辈 营造一个最棒的 乐活环境 记者杨帮有超方奇 深坑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